我们现在人的日常出行主要是汽车 汽车是我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汽车里包括公交车 也包括私家车 它的动力来源主要依靠石油的衍生品 比如说旗油 柴油 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新能源电动车 它依靠的是电力驱动 那我们在大城市避免堵车还可以选择地铁出行 那它依靠的依然也是电力驱动 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最常接触的出行方式 需要依靠油料和电力能源 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特别习以为常 觉得特别正常 但是这种出行方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 我们旺常了说也就一百来年 那么一百多年前我们人怎么出行呢 一百多年前的人 他的交通方式跟一千多年前的人的交通方式 甚至三千年前的人交通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它主要依靠是马车 我们人类豢养马的历史是所有豢养动物中最短的 现在据考古学的成果大约是五千五百年 我们养狗的历史有一万六千年了 那么马一开始不是用来骑的 你知道最早训养这个马 马不让你骑 今天的这个马要野性大的你也是骑不了的 那马最初是想办法用它拉车 我们的王晴胜替我现在开始巡视我们的展品了 我们一会儿要讲官复毛揭秘 官复秀就是看这些文物 看这些文创 他看到窗外有个影子 那影子有点像他 所以他跟他打招呼 我们不管他 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 马的一开始出现 它是用来拉车的 我国的两轮的处理车的历史 可以上述到公元前21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王朝 那我们今天考古发现的实物 足以证明商代人就开始使用马车了 使用马车了 马车在古代 一直到民国都算比较高级的交通工具 那最早期呢 它是王公贵族和这个官员们使用 老百姓使用的是什么呢 是牛车和驢车 牛车慢 驢车小 这在我们的史集中 比如后汉书中就有记载 他说家贫呢 无以为业 长城驢车至县卖药 足几十者折还乡礼 在汽车诞生之前 马车算人类在陆地上最好的交通工具了 那马车呢 它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些痕迹 生活中的痕迹 比如最常见的一个痕迹呢 就是我们特别愿意说马路 说我们家门口有个大马路 马路的意思就是最早走马的路 这马车我想现在的人 现在年轻人基本都没坐过 我可坐过 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坐马车 首先对马车的感受呢 是速度 马车行进的速度非常慢 跟人走的速度基本上等同 差不多 只不过你坐马车上呢 比你自己走呢 就省点劲 那你还要看路的情况 和车轮的情况 如果这路特别不平 车轮是那种实心的 木头的 带铁瓦的 不是胶皮轮子充气的 那就会非常非常的颠 很不舒服 坐在上面颠的你 这个肠胃都是紊乱的 用马车当交通工地呢 这路上会耗费很长的时间 对吧 我们都知道 15公里的路呢 我们走着 大约就是需要4个小时 半天时间 它为什么30里路 就有一个驿站呢 就是因为 大概你要走半天的时间 就需要补给了 你要吃吃吃喝喝呀 要休息一下 所以古代的驿站 大约都是15公里 30里地 因为马车呢 特别耗时 这个坐在马车上就无聊 我当年在农村 在农村插队 跟那个车把式呢 就是出去 拉东西 车把式呢 就一路就哼唱 哼唱的一个曲子 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那算一名曲 这曲子叫 《碳清水河》 今天很多喜欢相声的人 都听过 张云雷唱《碳清水河》 郭德纲给整理过了以后呢 就开始突然风靡 好人见上见 留点儿这么大天 在其为这名法宫 洗净我来养发 此事为 主代要尽其 蓝天长发 蓝天长我几人 有一个宋宝仨 这《碳清水河》 我在五十年前就听过 听那车把还唱 当时呢 我觉得这调子还是挺好听的 它东西流行啊 或者流传下来 一定是有道理的 好听啊 又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比较凄美 多少还有一点 撩拨的情绪 那时候人的娱乐 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丰富 你就拿一手机 你想听歌听歌 想听戏听戏 想听人嘚不嘚 你就听人嘚不嘚 过去的文化 大量的文化 都是靠民间文学 这么传播 充实每个人的精神世界 尤其在那个 非常艰苦的日子里 能让自己高高兴兴的 就是靠这些 我们在那个马车上 一天很辛苦的 颠的浑身骨头都快酥了 就听着他唱 大车把是唱 碳清水河 你知道赶马车怎么赶吗 御守啊 就是大车把是坐在左侧 我呢 如果愿意跟他聊天 我就坐在右侧 因为都是单马驾员嘛 你看那个电影上 四匹马驾员呢 都是秦朝汉朝的事啊 生活中没这个 就是一匹马驾一马车 如果你不想跟他聊天 那你也得侧着边的 转着圈的坐 你的腿一定是垂下去的 这么朗档的 你的腿是上不了 大车的平板了 我们坐的那马车 都是平板的马车 是为了拉货 如果你坐在那个平板上 那你的腿一定是这样的 那时间长你受不了 受不了 我们今天啊 没有机会坐马车了 偶尔到个旅游景点 有个小马车 让你坐一会儿 你觉得还挺舒服的 其实我告诉你 坐马车真的没那么舒服 那古人的远行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部分人是为了游学和经商 当年啊 就历史上没有这旅游这概念 我们今天旅游是一个概念 旅游是在旅行中游览 长知识嘛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那古时候的长远的交通工具 就远行的交通工具 大部分都是用船 船在人类交通史上 运用的最为久远 也最为经济 它比较便宜 但它有个缺点 船的缺点是不安全 容易出人命 这个过去有句话嘛 叫过桥须下马 有路莫行船 就是说行船不安全 那么为什么不安全呢 容易出事故啊 你知道历史上最大的沉船事故是什么呢 泰坦尼克 泰坦尼克一沉下去 几千人就没命了 非常的恐怖 没有人能够救援 你老说 这没事我会游泳啊 我没事 我还告诉你一句话 过去有句老话 叫打死降嘴的 淹死汇水的 你只要汇游泳 你到沉船的时候 一点用都不管 这不汇水的往往淹不死 因为一到水那儿就害怕了嘛 那么古诗当中 描写乘船出行的诗句太多了啊 大家熟知的有张继的《丰桥叶博》 孤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道客传 李白的早发白地成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你知道当年呀 乾隆皇上啊 这个举办过两次千所宴 他退位做太上皇叔举行的千所宴呢 邀请天下所有长者过七十岁的来京城一聚 到皇宫里请你吃顿饭 那最远的从哪来呢 得从海南来 海南来到北京吃这顿饭 一路舟车劳顿 大概得用一年的时间 到京城吃完饭回去 还得花一年 今天方面呀 海南到北京再远 飞机三钟头 四个钟头也到了 对不对 我自然想 我平生坐的第一条船 是什么船呢 那肯定是小时候去北海公园划的游船呢 让我们荡起双脚 会唱吗 让我们荡起双脚 后面的词不知道了 我们现在去北海公园 这划船的这船没了 全改小黄压了 你看我们过去划这船 都是这么划 划船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往前推 一个是往后拉 船头在身后 往后拉 我们每次划船的时候 记得小时候啊 都把手划起水泡 今天这划船呢 改这么划了啊 两个脚踩 没有情趣啊 船就是船 各地的公园水面上 不是鸭子 就是青蛙 这还可以容忍 居然我还看见有小鸡的 你让这鸡上水里当船用 你让这个鸭子清河一看 那么这是我最早做船的体验 就是游船 我多久也没有上过这游船了 因为这游船真跟到我小时候不一样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坐过一种船 非常有意思 这船呢 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乌棚船 江南地区的 在浙江 乌棚船 有个小棚子 这小棚子里头可以睡觉 这睡觉的这地方呢 一个人睡宽敞 两个人睡就窄点 这船娘呢 她不仅负责开船 她还负责在船上帮你做饭 从这个富春江一路下去 你无聊了呢 她陪你聊天 她非常的生活化 今天没这事了 今天因为都完全的商业化了 过去她没那么商业化 我这个 没有什么坐船远航的经验 早年特别期望坐一次船 去美国 据说在海上飘二十多天 那当然你二十多天 如果你碰上一个心爱的姑娘 一个人没什么劲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一路上谈上恋爱 那还是很不错 很美好的一件事 我们都看过这个 钱中书先生的围城 围城里就讲 他们当年这些人 归国的时候 怎么坐这个远洋巨轮 我没机会 希望以后有个机会 那么我坐的最远的船 是什么船呢 是军队的运水船 我从我们的湛江港 就是这个广东的湛江港 坐船去了西沙群岛 这种半大不小的运水船呢 它需要在海上漂泊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当年是为了文学创作 组织了三十多个作家 大概连工作人员 一共三十二个人上船 海军派船把我们运上西沙群岛 当时很多人都争啊 争这个名额呀 机会难得呀 通过各种关系 有人一上船就后悔了 这船离开湛江港 连二十分钟都没有呢 就开始晕船 那三十二个人呢 有多少人晕船呢 大大小小 大概有二十八个人晕船 只有四个人不晕船 我是那四个人之一 你说晕船的人恶心吧 其实不晕船的人更恶心 因为你看着那个二十八个人 吐出来的东西啊 也没法去打扫 你知道在船上那个难过呀 我记得特清楚的一个场景 就是船刚开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兴奋 都站在甲板上 那甲板上还有一个杆可以抓着 抓着呢 大家开始高兴地聊天 聊天的时候就是迅速有人就开始晕 就开始说我不行了 我得赶紧回船舱 暂时都把船舱腾出来 暂时那一天是非常艰苦的 他没地方休息 都把所有能睡的地方都给我们腾出来 然后我们的人就上去躺着去了 然后一个一个人都迅速地撤离 剩下的人为了坚守岗位 巴着那个船杆 其中有一个陕西作家叫王关胜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一起唱歌吧 唱什么歌呢 当时有一支歌比较流行 叫塔里木河 唱着唱着 他说我实在唱不下去了 我恶心的不行 所以他也就回去躺着去了 那么一天一夜以后 才抵达了西沙群岛的主岛 西沙群岛的主岛呢 它上面的水全部是大陆运过去的 第二天 我们登岛的第二天呢 又去西沙群岛的东岛 就是著名的鸟岛 那时候就没有这么大的船了 改小船也去不了那么多人 我们一行三十多个人 说只有十二个名额 当时都凑不满名额 很多人不敢去了 说晕得厉害 而且有人告诉我们 小船比大船还晕 那么回程的时候 大部分人就开始害怕 那怎么办呢 就事先服用大剂量的晕船药 让自己彻底的睡过去 就好受一点 然后有一个作家 回来写了一篇散文 第一句话说 人活着首先需要土地 就是他晕得太厉害了 难过之极 那么过去海军的 一到秋训的时候 那个浪大 风高浪大 就是很多海军战士都晕船 有的人呢 是晕个两三天以后 就适应了 就不晕了 那有的人 你出海多长时间 他就晕多长时间 非常的痛苦 如果你有晕车的这种感受 就是你有时候突然晕了一下 你觉得很难过 我告诉你 晕船的那个难过 比晕车的至少十倍以上 你那时候万念俱灰 那当然 我说这坐一天船 其实我还坐过三天的船 那三天的船没感觉 是在尼罗河上 旅游的船特别平稳 随时靠岸 下来游览 然后再上船 是吧 那么我曾经也计划着 坐一次这个游轮去一下南极 可是因为疫情呢 也就取消了这个行程 将来有机会一定 每个人有机会 坐一次船远行 在船上感受还有多大 我告诉你还有多大 还比你想象的大 我坐那个运水船 到西沙群岛的时候 曾经在一个点上 我看周圈全是黑的 海水不是蓝的 是黑色的 跟石游一样 整个就我一个人 站在甲板上 那种感受孤立无援 所以当你有机会 就是能够坐船远行的时候 一定要找这种 一个人独处的机会 感受地球有多大 海洋有多大 我其实是一个做节目的人 我觉得为节目着想 其实个人我没什么特别在意我穿什么 别人比我更在意 我只要穿着舒服就好 我看的时候会看 因为我不是每一个节目都看 我看的时候会看一下弹幕 弹幕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弹幕总有他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他所观察的可能是我们没有思考的 我觉得弹幕特别能够给我这样的人提示 让把节目做得更好一点 我们人移动的方式 在历史上在古代 大约就三种 一种是靠人力 人力也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靠自己的能力 还有一个是靠别人的能力 比如坐轿子 您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位移 是靠人抬着你 第二是靠处力 牲畜 不管你是坐马车 坐牛车 坐驢车 你是靠动物 第三就是风力 这就是位移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占据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 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改良的蒸汽机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的发展 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 那这时候以蒸汽为主的船 火车 汽车就出现了 那么它对人类出行的影响 一定是前所未有的 要不然我们今天的人 凭借你自己的腿 凭借你养的马 你走不了多远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描述那个时代的电影 拍得特别好看 今天看不到 最好看的画面往往是这样一个火车即将启动的时候 一声气笛 然后就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 空气中冒着这种白烟 火车慢慢启动 非常有仪式感 现在进步倒是进步了 您坐在高铁上 坐在和谐号上 你觉得什么感觉都没有 这车就开了 没什么感觉 一会那车行驶速度达到300公里时速的时候 你也觉得很平安 没什么感觉 没有过去火车那个乐趣 过去那个火车 你还是今天想起来很怀念 那么尽管一百多年前就出现了蒸汽汽车 也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用 但是由于操作不变和安全性低 大部分人那时候还是选用马车出行 因为马车是便宜的 你汽车总是需要动力 动力要花钱 这马车当时也是动力 羊马也花钱 但马车的是草便宜 那么汽车出现以后 它一直沿用 从最初出现到今天 基本上还是以汽油为燃料的一个汽车 马车由于汽车的普及 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马车什么时候淡出的呢 上个世纪末 我小时候北京城里还有马车的 那马屁股后面兜着个马粪兜子 那个马随时走道的时候能拉屎 就拉着那个马粪兜子上 所以我们小时候有个词叫马粪兜子 就说的是这个马屁股后面有一个布兜子 小时候看马车进城是一个乐趣 后来马车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以至宣布马车不能进城 我记得至少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还有农村的马车偷偷进城 进城以后警察拿它还没什么招 它还不像你开车的警察给你开一罚单 给马车开什么罚单 它连号都没有 那么汽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我们现在回头一看 它发明的时间并不太久远 它是德国人在1885年发明的 距今不过135年 第一辆汽车跟我们今天的汽车 理论上没什么不同 实际上有很多不同 就是第一辆汽车是个三轮汽车 你去看那个历史的片子 它是三个轮 司机是坐中间的 我们今天开的车是分左舵右舵的 很多国家都换过规则 你比如我们国家是左舵右行 你右边开车 但是司机在左边 为什么在左边呢 是因为左边交汇车 你的目测比较准 不容易互相寡蹭 一直到上世纪初 汽车才被引进中国 第一个坐汽车的人是谁呢 这人特牛 这人叫司机太后 它是中国的第一批汽车的拥有者和使用者 当慈系太后 使用汽车后的五十年 这汽车才算比较普及 我们今天看民国时期 民国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已经能看到汽车在街上行走了 数量也不算太多 那仅限于大城市 那小城市根本就没见过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 五十年代 中国的第一辆国产汽车 就诞生了 所以汽车在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是公家所有 对不对 这个私人没有汽车 小时候我们除了坐公共汽车以外 在坐车基本上都是卡车 我第一次坐小轿车 就我们今天说的小汽车的时候 都十几岁了 那时候跟着我爹 我爹那时候出去办公 有车 不让坐 廉政不让坐 我就赖皮赖脸的上去坐了有几十米 然后我爹就说停 下去下去下去 把我轰下去 那我回来还跟别人吹半天牛奶 说那小汽车我坐过 那么后来 1969年 1969年 我去了东北 空军的武器干校 这个当年和第二年 它主要有个任务叫普及样板戏 那时候普及样板戏都是折子戏 比如演个红灯记的李奶奶痛说革命驾驶一场 演个志祺为虎山 演个沙家帮志斗一场 都是那种折子戏 然后一天有时候要演两三场 他就转场 转场的时候 都是大卡车 那大卡车都是加棚子的 转场的时候 演员是不卸妆的 都带着妆带着服装 我那时候呢 有一事 给我心灵巨大的创伤 15岁 我觉得好人就是好人 坏人就是坏人 在转场的过程中 坐在大卡车上 我看 演李铁梅的女演员 穿着李铁梅那双 红颜色的衣服 梳着个大辫子 跟演日本兵的 一个男演员聊天 对我内心有巨大的创伤 我觉得他们俩凭什么聊天 对吧 有杀父之仇 对吧 小时候不懂吗 看到这里就记忆深刻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转场 干什么 都是坐卡车 你今天卡车不让坐人的 坐人是违反交通规则的 可那时候 比如60年代70年代 你在北京城里 经常能看到大卡车上 全是一车的人呼啸而过 今天没这景象 后来呢 我18岁下乡 我两度下乡 18岁下乡的时候呢 那时候已经73年了 那时候交通媒 现在这么发达 我们下了这个汽车以后呢 到我们的知青点呢 需要走一个小时 你一个小时不长不短 那时候呢 很多比较机灵的知青呢 就喜欢搭车 那时候搭车呢 基本上都是卡车 卡车远远一看 这卡车就一司机 副座空着 就招手 招手使劲晃 那时候人呢 也都没 不像现在 有戒心 那时候人也没戒心 一脚刹车 就说什么事啊 说我们就住前面那村 搭那么一堆呗 然后那个有时人一高兴 就搭你一堆 那么 有俩知青特有意思 那一年遭了大罪了 他们呢 拦下一水泥车 你知道这个搭车 不是老有车 没有 你就自个走回去 结果刚一下 这个公共汽车呢 看到一个散装水泥车 散装水泥车 是那种大罐车啊 后面一个大椭圆罐子 很老长 那上面有一盖 那盖大概有 有这么大一口 拦着那个车要坐啊 说搭我们一段 那司机说这不成 这不成 说我这车 上面坐不了人 上面圆的你怎么坐 坐就危险 然后呢 司机副座上有人 说你没地坐 那俩人 两个知情有点犯魂 说你不带我不行 我不让你走 就前面拦着 然后他说没地坐 说没地坐 你甭管我 我们俩钻那里头去 钻到那个 储藏水泥的那大罐子里 反正就是几分钟就到了嘛 一共就是四公里嘛 四公里按照过去那车的 行进速度慢 大概得需要 五六分钟吧 七百分钟 司机说那里太脏 说你根本做不了人的 他那人说不怕 说你就把我拉过去就行 结果这俩人就钻进去了 钻进去以后呢 他发现 他里头是这样 这口不大嘛 他只有一个人能轮番伸出头来 这车一开动 水泥是一种极细的粉尘 那个整个那罐子里 那粉尘就呛得不得了 两个人就得开始轮番地换气 那上面换气的人 受了难过以后 他不愿意再下去 先就拼命地抓在裤子 看不出把裤子都扒下来 结果就几分钟的路 这俩人出来就没人样了 到了这个村里头啊 满身 因为那个鼻铁眼泪一块流 再加上那个水泥是粉尘嘛 沾得满脸都是 两个人跟鬼似的就到了 一下车 司机躲坏 司机说 哟兄弟 怎么成这样了 哎呦 说不让你们住 你们非得坐吧 这俩人也没什么话可说呀 所以我从那样就进了村了 我们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可笑 这是我们当年小时候坐车的一些经历 那么在我们年轻啊 乃至到今天也是这样 就是百姓出行的主要是依靠公共交通 你公交车或者地铁 现在呢 短途呢 可以有一个共享自行车 我们年轻时候没共享自行车 就得靠自己嘛 所以自行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人财产 对吧 自行车呢 它不仅仅能够运人 还能运物 我们都讲过 当年王世襄先生啊 买一个黄花梨的房桌 这桌子是叫半桌 比这桌子大一倍 买完了在哪买的 北京通县 郊区买的 买这桌子就花五块钱 人家说你给我运到城里去吧 运到城里得花三块钱 你说三块钱就三块钱吧 那不行啊 你买那桌子才五块钱 你今天花五千块钱买一桌子 让三千块钱给你运 你干嘛就不干呢 那怎么办呢 自个儿骑自行车给运回来 这自行车可能拉很多很多东西啊 一自行车搁200斤粮食 没问题就骑回来啊 过去满的街都是换煤气 那煤气罐多沉呢 但这桌子不成 这桌子没地儿捆 它太大 如果你迎着风捆 它兜着风又不好骑 那怎么办呢 有招 人骑在车上以后啊 扶把单手扶把 把这个桌子扣在身上 一只手扶着桌子 一只腿这么骑 像一个王不可子的就骑回来 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的本事 我年轻时候骑车的技术可好了啊 撒把是正常的 撒着把可以拐弯 伸得一偏就拐过来 可以领着车啊 单手扶把这边领着个车 把别人自行车给领回来 对吧 还可以扶着车座啊 过去我年轻时候有一段时候 还喜欢长跑 早上起来看时间来得及呢 就是扶着自行车的车座 就跑步 跑步上班 因为下班回来得骑啊 所以有很好的自行车技 今天是不敢表演了啊 现在表演弄跑在摔着啊 那么真正汽车的普及呢 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啊 上海市是1986年才允许私人拥有汽车 那1986年到现在不过34年 对吧 那么其他城市我想也差不多 我们进入21世纪已经有20年了 我们的大部分人的经济条件呢 都是不断的改善的 所以对汽车的需求和追求 也就不断的提高 那我自己担任奥迪应接会文化大使多年了 感受到这个奥迪车的不断的进步 它不管是这个汽车的安全性能啊 还是驾驶体验 还是乘坐的舒适度 它在节能减排方面 都处于这个行业的领先水平 对比我上世纪啊 80年代坐长途车的这个感受 那完全的不一样 我那时候喜欢瓷器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坐长途车去龙泉 我们都知道龙泉青瓷非常有名 在当年的时候没人知道它有名 我知道 那我就要去 龙泉今天从杭州坐长途车 大概还要坐三个小时 你知道当年坐长途车需要多长时间吗 路上需要12个小时 那个车的设施 按今天来说叫恶劣 首先是车座与车座之间的空隙 空间很小 坐着时候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坐着都是往后仰舒服吗 那时候那小空间你往后仰不了 腿受不了吗 所以都是往前倾 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呢 脚底下还全是东西 自己每个人带的东西都多 你知道穷时候出门 反而东西带的多 因为好不容易出趟门 这腿都没地方割 像我这样的个头呢 就特难受 都蜷缩着呆着 跟人家还聊天 那车座啊 今天你坐车 你见不着木头车座了 你都是软性车座 那时候是木头的 这木头的呢 还都不是木板 是木条的 你木板都觉得舒服 它起码是个平的 这木条呢 都是一条一条的 木条您拼的密一点 也算舒服 这木条和木条之间呢 有很大的缝 基本上是一根木条有多宽 那缝就有多大 你知道吗 12个小时坐下来 我告诉你啊 自个摸自个的屁股 都是有棱的 你坐在椅子上 都觉得自个屁股不行 自个的屁股都不平了 坐12个小时 你知道特别的累 但即便这样 乐此不疲 人生啊 它总有一些追求 你所有的追求 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 那我年轻的时候啊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奔龙泉去了 今天我再去龙泉 那肯定跟我那时候去的 完全都不一样 我再去龙泉 我再来龙泉 你再去龙泉 我再去龙泉 我再去龙泉 我再来龙泉